你怎么对我们说话态度这么好啊 老师 因为你们的话都说到我心里面去了 是吗 真的 有用吗 不是一般的有用 是非常有用 改是改不了 你们俩人已经到了 共同面对死亡的年纪了 但是性格改不了 心态可以改 做事的方式可以改 你有没有发现 你比你的老伴要年轻 你61他58 但是他明显比你苍老多了 当夫妻本来是一个童年龄段 却一个年轻 一个苍老的时候 他的衰老都是因为你 你肯定是一个在工作上不太顺利的人 在工作上有脾气回到家里之后 拿他当出气筒 你不觉得自己有点窝囊吗 把自己的女人 晒完衣服以后关在门外 你不觉得 这不像男人干的事吗 但是我觉得性格虽然改不了 该发牢骚发牢骚 该骂就骂 但是如果你的心态稍微改变一下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他不容易 你体会到了 那么你一年当中 偶尔做个三四次浪漫 或者是让他开心的事 也就把那些骂他的那些气给抵消了 谢谢老师 你能做吗 能做 就哪怕是你很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什么抱抱他 给他擦擦眼泪 亲一亲他 你都要去做 除此之外 手脚勤快一点 你可以边做着饭菜边骂人 你可以抱完他之后 又给他发牢骚 这都没有问题 生活的常态 但是你不能只发牢骚 莎娜说的那一点我是认同的 事到如今三十六年了 他这种脾气 你还为那个什么瓜大白又跟他吵 你也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 你一边说你讨厌他的坏脾气 但其实你没发现吗 你明明知道他脾气不好 你老挑逗他 你挑逗他干嘛呢 可能也是一种快乐 也许待会儿的六十秒 会成为你们三十六年当中的 一个人生缩影 待会儿就看你怎么做了 我看好你啊 就这样